第861章 第二天,邱自远来到徐坟的小院中恭敬行礼道 拜见大长老 嗯,起来吧,有什么事吗? 大长老,现在宗门之中准仙真仙弟子越来越多 宗门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够分配了 新进准仙弟子除了宗门最基础的福利之外,没有任何资源 我与葡萄商量了一下 可以派遣宗门弟子分散到仙界各处,开学院赚仙玉 好让宗门弟子们有试感 主人,第四代弟子已经有将近三成,晋级为准仙 数量猛增,宗门这边实在安排不出来比较合理的任务 所以你们想让宗门提供教导学员的幻境阵法法器 自己去开启学院 可以啊,实在没有任务分配 就让弟子们自主创业去 只要不去边疆战场,怎么都好说 倒不是徐凡不愿意让弟子们为人族出力 只不过现在战场的形势不明朗 一些规则已经被破坏掉了 金仙大罗现在是随意地出手 但凡把弟子们送过去,那肯定会被人盯上 随便挥挥手就能让人族损失这么一大批的优秀修士 肯定有一族想干 徐凡摸着下巴 不到,交给你了 学院分布均匀一点 别抢了同门的生意 刚一出师就准备去开学院 哼,也是够了 主人,精气学院分仓已到账 一亿三千万仙玉 不错嘛 用这些仙玉买点仙矿 给未来那些学院多练制一些幻景仙气 紫远啊,后面的事你和葡萄沟通 打发完了邱紫远 其凡继续咸鱼 而鱼子同时,不忘仙界中 叶逍遥正无奈地坐在一处秘境之外 老剑,这都折腾两年多了 你还没有想起来 开启这无望仙界秘葬的秘法吗 不要急 再试试这个秘法 一片秘法传入到了叶逍遥的脑海中 叶逍遥手劫密印 对着秘境大门拍了出去 可是大门反噬立刻传来 他被一股斥力直接给弹飞了 叶逍遥黑着一张脸 老剑,不是的 等你什么时候想起来再说 我可不受这个罪了 开玩笑呀 一天被谈个七八回 这谁受得了呀 不对呀 应该就是这个秘法 你到底出问题了 小杨,不要欺奈 你再试一试这个秘法 老剑说完,又是一片秘法传来 休息,不是的 叶逍遥彻底累了 这些秘法你怎么会弄混呢 要知道,你以前可是先帝呀 我先帝的记忆太过庞大 弄混一点东西很正常 再说你这个臭小子 受点挫折就不干了 以后还怎么不够报仇 再试一试这几个秘法 实在不行 休息一段时间 我们再试 你说的倒是轻巧 被弹进山里面的不是你 反正里边有东西 能让你快点成为金仙 你爱要不要吧 叶逍遥犹豫了一下 咬了咬牙 又开始新的尝试 结果就是 山体山壁上 又多出了几个人形的大坑 老剑嘟囔道 不对呀 为什么会错 难道 这秘法 真的是闹火了 叶逍遥这边一直在尝试 而徐凡这边 有些头疼地看着李玄道 那个先帝密葬的事情 先缓一缓吧 我这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 等以后 我再陪你去那个无望仙界 遵命师父 这时 一道白光突然扎入到徐凡的怀中 是胸白叼着一枚石化龙鳞残片 正不停地砍 徐凡拎着胸白的尾巴 哎 你到底是个啥品种啊 连这么硬的石化真龙都能啃得动 葡萄 查一下上古典籍 有哪个是以真龙为食的归类啊 上古以龙族为食的归类 一共有三种 地摊 吞玉 虚空 主人的胸白 与这三种不相符 哎呀 只能等以后再大一点 看看到底是啥了 徐凡打发走了胸白 突然觉得宗门中冷清了不上 他张来李星辞 笑眯眯地问道 星辞啊 允许去仙界其他献语中开办学院之后 宗门中的确冷清了不上 你有什么想法吗 都刚晋级准先真贤 没有心思在闭关修炼 还不如索性出去 为自己弄点资源 嗯 也是 咱们宗门的福利虽然高 可是也不能让弟子们坐吃山空了 让他们出去锻炼锻炼 见识一下人心险恶也是挺好的嘛 师父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消除十万年的限制 徒儿已经感觉到 自己清晰地触摸到了惊鲜境界 唯一阻碍的 便是这个十万年限制 解除限制的话 最起码你要离木原仙界远一点 要不然就是使用时间重宝加速 不过现在加速的话 估计有些废仙玉 行了 不用着急 看你大师兄 一直潜心研究神通本研仙法 按照这个进度 你给他十万年他都不够 第862章 徐凡笑眯眯地看一下李星辞 我传授给你的神通功法 你已经完全修炼通透了 师父给徒儿那些功法神通 徒儿自认为修炼的还可以 应该能让师父满意的标准 李星辞厚着脸皮 徐凡挥了挥手 是吗 让我满意 整个山峰开始移形幻影 世界出现了满满的巨型鸭子 每一只都散发着金鲜的威压 哼 你只要把天上的这些鸭子都解决掉 为师就给你一个满意的评价 李星辞一下就陷入两难之中 要知道在幻境世界里 他最多就是勉强能幻化出 金鲜精气的鸭子 但也就只有一只啊 现在满天空都是 他怎么对付呀 又想起了小时候 被鸭子游戏支配的恐惧 师父 我能说回刚才的话吗 晚了 不过也不是没有挽救的机会 还记得当初为师施展的幻境吗 哼 李星辞叹了一口气 进入幻境世界开始玩游戏 哼 这个小家伙 能让我满意的徒弟还没出现呢 主人 刚才我综合了宗门资源 发现可以凑出炼制九架金仙傀儡的材料 但前提是 必须让三号分身达到神将境界 那如果不是神将境界能炼制多少呀 最多四架 这是炼器大宗师的极限 需要消耗多少玄黄之气呢 需要零点三精玄黄之气 加上葡萄以前消耗的那零点七 刚好是一精玄黄之气 嗯 那就消耗吧 只有早日炼出金仙傀儡 宗门才能无忧啊 遵命 主人 葡萄那边已经开始炼制起来了 可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圣火功能不足 三号分身虽然能按照时间要求 炼制出九架金仙傀儡 可档子肯定是要稍微差上一点的 圣火 葡萄 天顶商会那边有没有合适的 主人 有合适的圣火 天心地炎 售价一点五精玄黄之气 看乃乃个腿的 还真是一点玄黄之气都不给老子留呀 还要欠着 差零点五精 这玩意去哪弄呢 主人 宝库中不是还有十精的玄黄之气吗 那个不能动 那是好兄弟小姨子给的 如果有一天他小姨子要回去 咱们凑不够那不是丢人了吗 那主人可以考虑出售一架金仙傀儡 天顶商会一般的收购价格 在零点五到零点八精之间徘徊 倒也不是不行 那就把那架擅长空间一道的傀儡卖出去 现在用处也不是很大了 遵命主人 立马安排庞福去天顶商会祥谈 三个月之后 庞福带着天心地炎圣火 以及零点三精玄黄之气 回到了引灵门 大长老 那一架金仙傀儡 最擅长于保护和逃跑 所以并没有费我太多口舍 就卖到了最高价格 辛苦了 多卖了零点三精玄黄之气 那就相当于多卖了两千亿仙余 表现不错 等宗门金仙傀儡炼制出来 奖励你一架 到时候给你凑一左一右 两大护法 多谢大长老 地下空间中 徐凡拿着被封印在仙旗中的圣火 丢给了三号分身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还需要多久啊 需要一百零五年时间 主人可以进行时间加速修炼 出来之后 九架金仙傀儡 刚好能炼制成功 嗯 这样倒是挺合理的 走吧 时间加速了 哦对了 葡萄 如果有人找外面那些 开学院做门弟子的事 记得让金仙傀儡过去撑场子 就在徐凡开始时间加速修炼时 整个仙界突然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学院 比如三号炼器学院 九号炼体学院 108号丹器双绝学院 这些学院的名字非常奇怪 可无一例外 教学质量各顶各的强 无论是正经修行 还是各种比较偏门的左道 全都是使用幻境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相当先进 哪怕弟子对这一道没有太好的天赋 也能够快速入门 一时间 这种开头带着数字的学院 一下子就火爆整个仙界 随后他们惊奇地发现 以星月仙玉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学院 分布异常均匀 每个学院覆盖周围五六个巨城 而且彼此间的交情都非常好 徐凡门闭关的这段时间 开学院的弟子们已经开始盈利了 开局前十年 名号没有打开 送的仙玉统一都比较少 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招收的弟子数量越来越多 几乎每一年 他们都招到大量的弟子 百年之后 当徐凡从时间加速小世界中出来时 葡萄的声音传来 恭喜主人出关 您距离金仙还差八万年时间 嗯 挺快了 那些学院发展怎么样了 发展状况良好 如今弟子们在外开设的学院 都不亚于现在的精气学院 甚至有些学院规模 比精气学院还要大上数倍 所招收的学员已拾一而论 听到葡萄的话 徐凡有些惊讶 哦 这么厉害呀 第863章 徐凡觉得 弟子们把学院开起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 比金器学院还要厉害呢 哎 跟我说一说 那些学院 到底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随着葡萄的讲解 徐凡顿时明白了 哦 哼 一开始都是传统模式 后来有了幻境教学倒计 他们就一个个全部爆棚了 嗯 学院贷款 只要通过学院的考核 前期便可以免费学习 毕业千年内还清学费就可以 这么一来 学院肯定是迅速扩张 虽然前期都是在亏本 可是大半年之后 这些学院就开始进入盈利状态了 估计一千年之后 收益将会迎来大大的爆发 哼 这个计划是千万兵提出来的 看来这小子所谋甚大呀 不过他们学院十七亿学员 这规模也是够大的 他不亏损谁亏损呢 小院中出现了一道传送阵 宗门中所有的金仙傀儡 先后传送出来 徐凡想了想 给庞扶一架 等下一批出来之后 再给他配一架 看着小院中的酒驾金仙傀儡 徐凡心中满满的安全感 唉 这玩意合理安排一下 大罗胜者来了 我也不惧了 哦对了 葡萄 我闭关休省时 好大哥有没有来过呀 没有来过 只是心灵过来传递了几个消息 说是主人的好大哥 在妖族疆域中 计划进展比较顺利 最近快要到收尾阶段 提醒主人要扩建宗门宝库 以免分东西的时候装不下 看来好大哥找到了一个冤的头啊 那你有没有扩展宗门宝库呢 宗门宝库已经向外扩展了 原有的一半区域 一半怎么能够呀 让好大哥加上三位大罗胜者的失职 耗费百年之久 怎么着也得扩展一倍吧 遵命主人 地下空间中 俱凡看着一号和二号 怎么看着你们情绪不是很高涨吧 二号单单地说道 消耗玄黄之气的副作用 便是排除无用的情绪 诶 这怎么能说是副作用呢 这简直是专心练气的buff呀 徐凡探班结束 满意地回到了小院中 嗯 看刚才一号和二号的作风 玄黄之气应该是可以提高 练气大宗室的境界 那我是不是也能临时提升到 金仙的水平了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普大 消耗怎么样 消耗太过巨大 非必要情况下 不建议用于实践 有多大 石经玄黄之气 可维持主人一刻中 地金仙境界 石经 算了 还是傀儡出手吧 一架金仙傀儡 刨去人工成本 也不过是三千到五千亿鲜余 哪怕是对付大罗 五价也就够了 主人 下届和欢宗雇人来访 徐凡放弃想法的同时 葡萄汇报道 徐凡一愣 和欢宗 他有什么认识的人吗 主风迎客殿中 徐凡见到了一群人 一位身高接近一丈 如巨熊一般的女子 带着一群莺莺莺莺 忐忐地坐在银客殿中 壮灵 你们怎么找来了 边境仙月沦陷 流浪于此 听到引灵门在此 特来拜见 随后 壮灵开始诉说 他们这一路的流浪 是真不容易啊 你现在已经是真仙巅峰了 要不然 留在引灵门 或者 你们想重建和欢宗吗 不想 我们只是和欢宗的将军 穆一脉 与和欢宗正同有些不相符 无心再见宗门 只想在这仙界之中 寻求一个依靠 好过四处飘领 也罢 那就先加入我们外门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徐凡眼中闪过命运倒盘的虚影 把所有人都看了一遍 笛子清明 因果分明 也没什么太过难以料理的事情 再加上 这群女子的心性 在徐凡看来还算不错 收入到外门中 没什么大碍 一路奔波也是够辛苦的 你们在宗门中休息一段时间 到时候 葡萄会给你们安排的 多谢大长老收留 徐凡摆了白手 葡萄便给他们单独划出了 一片居住的地方 壮灵带着一群姐妹 来到了外门 专属于他们的地方 还好我们在这里 遇到了引灵门 要不然还不知道 要在外漂泊多久呢 姐妹们 以后我们便是 引灵门的外门弟子 也算是脱离了和欢宗 变成了良身 希望姐妹们 以后要好好珍惜这个身份 专心为祖门效力 大家互相打气 都在专门感受着引灵门中的灵气 这里的灵气好充沛啊 其中还夹杂着如此之多的 仙灵之气 如果能一直在这里修炼 以后我的战力 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壮灵抬头看向远方 隐约能看到 那条仙灵之夜大瀑布 而仙夜湖边的一处凉亭 徐凡正在围着手中的胸白呢 原本白皙如玉的小乌龟 龟壳中心多了一抹红 胸白如啃薯片一般 一点一点吃着石化龙鳞碎片 时不时还抬头看着徐凡 疑惑主人怎么不吃呢 徐凡继续盘着小乌龟 玉制的龟壳 笑着说道 哎 这东西太硬 主人我吃不下去呀 第八百六十四章 主人 现在宗门的男女比例 有些微微的失衡 达到了三比七的比例 是否要招收一批女弟子 葡萄的声音继续响起来 宗门之中的单身女弟子 越来越少 已经触发了警戒线 如果长此以往下去 会给那些长久单身的男弟子 心灵上的伤害 啊 何止就是 宗门中成双入队的太多 撒狗粮的 已经影响到了 单身男弟子的心灵健康了 这事交给自远处理 我管不了 三天之后 邱自远来到外门区域 见到了壮灵他们 没过多久 距离引灵门不远处的巨湖上 建起了一座小岛 引灵门外门分踪 引月宗 专门招收女弟子 主人 引月宗目前已招收 两千万女弟子 全都通过了宗门内门测试 不错 这事情自远做得还真是不错 要放在以前 这两千万 那就是宗门的负担呀 可现在 这些弟子的消耗 在徐凡眼中 不足九牛一毛 断水仙玉 一号炼体学院中 熊丽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壮硕女子 没想到 飞升到仙剑之后 你的实力 还是没被我弱多少啊 如果咱俩修炼资源一样的话 我不会比你弱的 道场上的学员越来越多 一来这儿 他们立马就被 熊丽和壮灵吸引住了 在场之人 都是炼体一档的学员 体型都是高大壮硕 可比起熊丽和壮灵 他们差得太远了 熊丽瞪了周围学员一眼 这以后 便是你们炼体到的老师了 见了之后 要称呼老师 这群小兔崽子 一个比一个机灵 以后叫他们的时候 不听话 别打死就行 随后 他又看着壮灵 壮灵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向葡萄申请 来熊丽这里当老师 一是为宗门出力 二是为了见见老朋友 这边道场防护等级都太小了 我们切磋的话 施展不开 等咱们回宗门之后再说 两人见面没多久 壮灵就提出了切磋 兄弟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倒不是怕了壮灵 主要是怕 切磋时不小心 弄毁了学院的道场 要知道 这东西可是他掏了老本 才建立起来的 现在还欠着几十万献玉呢 熊丽的炼体学院 是少数亏本比较大的 因为炼体修士的前期 消耗就是很大 目前这一所学院 有咱们宗门炼体一脉的 弟子二百三十位 如今算上你的话 那便是二百三十一了 就在熊丽和壮灵介绍时 一只一丈多高的黑白团子 从两人身边走过去 还和熊丽打了个招呼 意味深长地瞅了熊丽一眼 庄灵看了好一会儿 回过神来 这是 石铁兽 对 在夏季之时 宗门收了一批 石铁兽为四代弟子 全都是炼体一脉的 如今这学院之中 有将近一小半的老师 是石铁兽 另外 你过来当老师之后啊 可能有段时间 给你发不了月钱 因为现在学院属于亏损状态 开销比较大 得等咱们把这批弟子交出去之后 能再先见证先遇了 我们才能收回学费 我明白 没有就没有吧 反正有外门的基本福利 已经够生活了 你明白就行 未来好好干 到时候分给你干股 那行 我一定好好干 以后还要为那些姐妹们 攒价装呢 就在弟子们的学院如火如荼的时候 徐凡正在赶往妖族的疆域 好大哥出事了 事情半楼 被妖族集体追杀 原本呢 好大哥有先天至宝时光殿 不用为他们的安危操心 可是在星灵传来的消息上 他们从那一族收获了大量的时间重宝 如果被追上 可能什么都没了 所以徐凡决定出手 连续坐超远传送阵 走了好多的巨城 徐凡终于来到了 与仙界相交的仙域中 一入妖界 徐凡便化身成为金齿大鹏 在妖界之中横冲直撞 很快 徐凡就来到了地方 哇了个去 我这好大哥胆子不小呀 准妖圣所在的妖族都敢撬起宝库 居然撬了金齿大鹏一族 如今这种情况变成金齿大鹏显然不合适了 于是徐凡又变化成为牧原族 牧原族是和妖族结为联盟的 所以 他们一族出现在妖界 非常正常 主人 请尽快传送到天象妖城 根据推算 主人的好大哥很有可能路过那个妖城 与此同时 天象妖城附近 天空中出现了一根根足以覆盖整座妖城的大鹏羽毛 周围空间全部被封锁 以大罗之力都无法破支 正在空间跨域的师徒四人 全部被挤出来了 他们不紧不慢 向着人族交域逃去 白发老者快速吩咐道 老三 一会儿追过来之后 你先断后 第二个让老二来 老大留到最后 这空间已经被京池大鹏三位大罗 和两位天象族大罗联手封锁 二十第三十地 哪怕燃烧本源也无法破开 但我可以 你们先断后 最后剩下我的时候 我燃进本源 把师父送回到人族江域内 老大淑灵圣者十分淡定 仿佛天地崩塌 也不能让他色变 而这时 后方传来五道惊人的气息 取居三位大罗 就敢设局盗取我 金翅大鹏一族的宝库 当真是不知死活 一道如天威般的声音响起来 一道空间牢笼 把师徒四人困住了 三只展翅可遮天的金翅大鹏 出现在空间牢笼之外 杀气腾腾地 看向牢笼中的四人 第八百六十五章 老三悬音圣者 直接燃烧本源 师父 我就先走一步了 空间牢笼一下被撑破 整片天空被染成了混沌之色 天空中钻出一条又一条的混沌巨蛇 向着三只金翅大鹏冲去 一时间天地猛然一震 两头洁白如玉的巨像 践踏着万物出现在战场之上 直接镇压了混沌大蛇 徐凡看到这一幕 突然有些犹豫了 还用得着他出手吗 一个大锣 上来二话不说 燃烧本源直接开开 要说是没有后手 打死徐凡都不信 好大哥应该是能付出代价 让老三复活 不行 我都问一问 老哥啊 复活三师值的代价大不大 如果大的话 我可以出手帮老哥一下 白发老者收到徐凡的消息 吓得魂都出来了 老弟 你千万要隐藏住 不要冒头 你在这儿 又出点什么事 我和三位猎徒 就全都完了 哎 老哥不要怕 我来的是分身 我带了六架金仙傀儡 能帮老哥拖住一个大锣 白发老者松了一口气 复活老三 代价有些大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如果老弟能出手挡住一位妖族大锣的话 咱们且战且退 争取退到人族江湾之前 占他一位妖族大锣 那老哥一会儿和三位失职配合一下 我以圣月族的身份出手如何 没问题 这边战场上 悬音圣者化成一条混沌蒸笼法像 拼命地冲向三位封锁他们的金仙大鹏 这时 天宫中突然出现了六个圣月异族的金仙 金仙大鹏一族 屠我族圣城的仇 今天你们应该还了 一时间 混沌的天空中出现了一轮脚跃 无尽的月光照耀在这片大地上 凡是被月光照耀到的生灵 都陷入到了幻境之中 为首的金仙说道 人族 你我两族本是仇敌 但今天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 联手如何 区区圣月小族 有什么资格跟我人族联手 不过这三只小鸟 我到时候可以给你一只 一只小鸟就够了 圣月光芒大作 月光笼罩的范围之内 巨城中的妖族金仙 全都汹涌而出 脸上带着疯狂之意 冲向了金池大鹏一族的大罗 一位手持月神剑的圣月族金仙 拔剑斩天 一剑斩破空间 让远处被魅惑的妖族真仙跨越空间而来 对着金池大鹏发起进攻 悬婴圣者化成了混沌真龙 也随着召唤出来的混沌大蛇 向着剩下的妖族大罗冲了过去 白发老者说道 老大老二 你们也出手 且战且退 在妖族教育中搞事情是要承担风险的 比如那些个还在妖族中镇守的准圣 他们一族与金池大鹏有些恩怨 可毕竟同为妖族 如果真的过来帮上一把 那还是挺麻烦的 天空中 一本可以覆盖整座妖城的古书出现 古书缓缓打开一页 走出了两位大罗级别的书灵 一位剑气灵香 一位身后日月旋转 有搅动天敌之势 两位大罗书灵对上了两个妖族大罗 一时间 妖族的五位大罗竟然站不上优势了 整个战场被搅得一片混乱 关键是 那十多个被魅惑的妖族真仙 秦池大鹏这边还不敢弄死了 要和人族的大战将起 每一个金仙都是未来的主力 不能损失啊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族大罗 向着人族疆域撤退 而他们也只能跟着 要不是我族准圣不再仙界 必将你们三位人族大罗 错骨销魂 你就不怕事后 我族准圣找你们求后算账吗 等我们退到人族疆域之后 你让你们一族的准圣 跟我族准圣说这件事 自己无能丢了宝库 这冤得了谁 有天上的圣月辅助 金仙大鹏身上的每道伤口都会被月光腐蚀 还要分出部分精力 去泯灭伤口上附着的月光 无论是人族还是圣月一族 都是边打边退 天象一族的两位大罗也是出功不出力 和那两位疏灵大罗打得是有来有回 悬疑圣者正不要命地打着一头金翅大鹏鸟 大鹏虽然生气 可是也不敢出言激怒两位天象族的大罗 而那个被六位金仙围攻的金翅大鹏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了 眼看着形势越来越不利 金翅大鹏咬那咬牙 向天空大声喊道 恳请天师准圣 助我金翅大鹏一族 这回宝库之后 我族愿分与准圣三场 声音直冲云霄 可是没人回应 下一刻 天空中的圣月直接破碎 封锁空间被人破开了 现在 无论是人族还是圣月族 都能破开空间逃走 金翅大鹏一下就慌了 五成 我族愿意献上宝库的五成 只求准圣出手 天空中多出了一个巨型的水泡泡 水泡泡将现场的所有人 都给封锁起来了 妖族准圣出手 最怕的情况来了 白发老者脸色有些难看 老弟 这次算是连累你了 一会儿你分身 和这些圣月族傀儡 一起自爆吧 我们师徒四人 也准备自爆 只可惜 从金翅大鹏 宝库中弄来的东西 一样都没拿走 第八百六十六章 白发老者叹息道 哎 这些年 白忙活了 徐凡则是在衡量一个问题 值不值得他出手呢 八哥 你在妖族中得到了多少斤玄黄之气 又有多少时间重宝呀 玄黄之气有九十七斤 毕竟妖族不会把所有的玄黄之气 放在保护中 至于时间重宝 比我上次送你的 还要多一点 徐凡想了想 如果好大哥带着徒弟自爆 他什么好处都捞不着 那还不如他出手呢 这样吧 老哥 玄黄之气 我要八十斤 一会儿出手时 我需要消耗的 好 只要老弟有办法 这次保护的收益 全都给你用何方 这时 气泡中 一位圣月族的金仙 出现在白发老者的身旁 白发老者把手中 所有的玄黄之气 都给了这个圣月族 多谢准圣出手 我族保护的五成宝物 随后奉上 而莉莉鹏为首的金翅大鹏 看向了天空 他恭敬行了一礼 随后用满含杀意的眼神 看向气泡中的人族和圣月族 就在这时 六个圣月族突然站在一起 凝聚了一个奇怪的法阵 直接融为一体 变成了一个人 然后这个圣月族的气势 不断攀升 达到了金仙的巅峰 他手中出现了一朵空明之花 硬生生在准圣风阻的气泡之内 开启了一条通往人族疆域的 空间传送阵 白发老者等师徒四人 一下就被传送消失了 随后 圣月族金仙手中 出现了一把月神剑 一剑斩破空间 并且把金翅大碰 一族的大罗全部泯灭 然后他化为圣月爆开 瞬间摧毁了周边区域的六座妖城 剩下围攻他们的大罗 也是受到了波及 受了很重的伤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而在某处注视战场的妖族准圣 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圣月族的六位金仙和异 突破我的封锁 还斩灭了一位妖族大罗 妖族准圣闭上眼 这事不对 我要查一查 战场之上 剩下的两个金翅大碰大罗 则是有些懵逼 而远在引灵门中 徐凡疲惫地睁开了眼 五十经玄黄之气 要不是有妖族准圣 我能把那五个妖族大罗 全他妈灭了 唉 葡萄 把我送到元界 我要恢复一段时间 元界中 徐凡苦笑说呢 三号没了 本元也消耗了一多半 这一回没个几百年 也恢复不过来呀 不过也算值了 起码还剩下二十经玄黄之气呢 就在徐凡疗伤的时候 一处人族的边境仙域 一道空间直接破开 白发老者私人 从中走了出来 老大书灵圣者说道 师父 师叔的分身估计自爆了 而且还有六架金仙傀儡 把咱们从宝库之中 带出的东西都给师叔吧 师叔给咱们策略没有错 只是咱们太过心急 所以才出了问题 回去 我们有必要向师叔 多请教请教 你不说 我也得这么做 现在你们师叔的厉害 知道了吧 这才真先修为 就有法子帮咱们 从准圣的封锁中逃出 按照这个架势 等你们师叔成为金仙之后 镇压大罗 还不是举手台长之间 白发老者洋洋得意 他只是看到了前半段 后半段徐凡一箭 斩灭金翅大鹏大罗 他没有看到 要不然会更加的嘚瑟 老二七宝圣者说道 师叔当然厉害了 当初我们相信师叔的目光 拜师叔之时 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 绝无虚假之情 明白师父的一片苦心就好 现在去看看 你们师叔怎么样了 咱们赶紧去 到时候都给师叔一些 玄黄之气疗伤 师徒四人来到引力门 徐凡闭门休养 恢复期间不能待客 只能让葡萄待老 白发老者担心地问道 葡萄 你主人没事吧 损失一个分身 是很伤仙伟的 还有六架金仙傀儡 我们得想办法 帮你主人补回来 主人本源受损 至少需要休养三百年 损失的那六架金仙傀儡 只需要补充炼制傀儡的仙况就可以 这是当初和你主人说好的宝库分成 你收下 放到你们宝库中吧 白发老者说着 拿出了六件空间仙器 都是最顶尖的那种 那我们就先走了 以后你主人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通知我们 圆界小世界中 葡萄一边注入时间重宝本源进行加速 一边汇报道 欢迎下次光临 如果有需要 我一定会及时发消息给您的 主人 这是您的好大哥 给您分成的妖族宝库中的物品清单 一道光幕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上面记录着各种珍贵稀有的宝贝 徐凡看了看 嗯 郝大哥估计把这回的收获全部给我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哪 好了 分割出一半 还回去 就剩下的这些 已经足够咱们用上万年了 哦对了 根据这些仙况 继续推演炼制金仙傀儡 现在 宝门中只剩下三家金仙傀儡 这让徐凡一下就感觉到不太安全了 主人 怕一号二号 哪位主人去炼制金仙傀儡呢 徐凡想了想 嗯 从宝库中把那个妖灵胚胎拿过来 虽说是不如通灵术的分身胚胎 但也能凑合着用啊 在郝大哥分的金池大鹏一族的宝库中 有四个妖灵胚胎 徐凡估计是金池大鹏一族 留给族中后辈的 没过多久 一个透明的胚胎 送到了徐凡的面前 胚胎中 有一道金池大鹏虚影 若隐若现 哎 鸟就鸟吧 总比没有墙啊 徐凡分割出了一丁点的灵魂本源 投入到妖灵胚胎中 又想其中增加各种材料 以强化分身之后的底蕴 第八百六十七章 没过几天 一头准仙几臂的金池大鹏 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变换成徐凡的样子 这回分身 徐凡还是没让其产生明智 先留在我身边修了一段时间 成为真仙之后再说吧 就这样 时间一换而过 三百年弹指一挥间 恭喜主人 距离金仙还有五万年时间 不错 眼瞅着越来越棒了 不错不错 徐凡微笑着 一出关给好大哥发了条消息 而宗门中 徐刚和周开玲 都在宗门之内 来到小院中 徐刚行礼道 恭喜师父出关 看着老大和老五 徐凡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得出来 这两位徒儿 一直在努力修炼 特别是徐刚 那股真仙巅峰的气势 眼都延不住 刚才 东风系列神通学得差不多了吧 师父 东风系列神通 博大精深 徒儿耗费如此之举的 在徐凡养伤之初 现如今总算是熟练掌控 现在正在研究藏经阁中的离子巨变系列的神通 请师父以后多多指教 在徐凡养伤之初 徐刚便已经全部精通了东风系列神通 随后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等离子系列神通 在没有徐凡养伤的指点下 他就抓瞎了 问葡萄只能给徐刚讲解一些原理 但这个东西 徐刚自己早就已经滚瓜烂熟了 徐凡笑了笑 这玩意儿简单 到时候把学习离子神通的弟子们聚集起来 我统一讲一次 徐凡说完 又转头看一下老五 别光研究你那些阴间的神通了 没事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体验体验人间的真善美 遵命师父 周开灵心想 终于可以出去多抓一些违火仙洁的实验题了 也不错嘛 这时葡萄突然说道 主人 您的好大哥来访 快请啊 我们好好聚一聚 徐凡小院中 白发老者关心地问 老爹 恢复得怎么样 我这期间给你送的疗伤圣药 你有没有用 老哥无需担心 现在我已经无事了 刚得到葡萄通知你出关 我就赶紧过来了 老弟不是损失了六架金仙傀儡吗 我特地问了问葡萄 炼制傀儡所消好的仙矿灵物 花费了这些时间 为老弟收集了十二架炼制金仙傀儡的仙矿灵物 徐凡听完刚想拒绝 又听到老大哥说的 老弟 包库中的东西 你退我一半就算了 老哥知道你心疼我 但是 这十二架金仙傀儡的仙矿灵物 你必须收下 老哥说什么也不能让老弟吃亏 人家都这么热情了 徐凡也只能点头硬下来 好了 老哥 会庆祝我出关 今天咱们一定要喝一喝 他叫上宗门高层 让两位美食一刀的弟子 给大家做了一场盛宴 所有的食材都是先界最顶级的 酒更是以前白发老者留下来的 盛宴举行之初 好大哥家的连体三兄弟 频频看向王宇伦 表情中藏着一抹惊恐 老大 老二 老三 你们在怕什么 师父 有先帝级别的存在 在关注这里 老三有些不自在 他在妖族疆域中受的伤 到现在还没好呢 一旦那位先帝级别的存在 不小心瞅他一眼 他就能自己崩溃了 不用担心 只要你们对那位王师说没有恶意 那先帝级别的存在 就不会找你们事 其实白发老者心中也是有些慌的 时光店的麒麟告诉他 有一道先帝级别的意志 在他身上探寻了好久 这顿饭吃的他们四个是战战兢兢 尤其是好大哥最害怕 那间先天至宝时光店 绝对能引起先帝级别存在的关注 吃完饭之后 他跟徐凡寒暄了一会儿 带着三位徒弟快速离开了 徐凡有些疑惑 啊 感觉好大哥没之前那么快乐了 这时 王羽伦来到小院中 和徐凡说道 刚才我那位七妹一直在跟我说 你好大哥身上有宝贝 问我要不要 问了我好几遍都被我拒绝了 最后我看他有点生气 估计这段时间不会理会我了 徐凡先是一愣 突然明白了 哎 徐凡啊 你小姨子会不会独自打他们的主意啊 不会 我那位七妹我了解 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 唉 希望是吧 另一边 师徒四人远离引灵门 心中还在打鼓 十分紧张 他们感觉到 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 好像在观察 又好像在思索 老大书灵圣者说道 师父 稳住 不要露出破绽 最好表现出非常正直的样子 对 师父不要慌 咱们都是为仙界人族做过贡献的人 真的要拿掉师父的时光电 可是要承受因果的 老二七宝圣者说道 而就在他们紧张时 那双眼睛突然消失了 师徒四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老弟不愧是老弟 身上的因果牵扯 躺真是神 先帝级别的人物都可以牵扯到 白发老者摸了摸胸口 他被先天至宝时光电认住 遇到哪怕是稍微厉害一点的准圣 他都不怕 因为有时光电在 准圣也无法耐他如何 可先帝不一样呀 几十个仙界都难出一个的仙帝 已经站在了三千界的巅峰 只要先帝想 他是绝对不可能保得住 先天至宝的 为师决定 以后不收徒弟了 专心修炼 争取修炼到大罗境界 白发老者下定了决心 他感觉以后在好兄弟身旁 遇到的人是越来越高端 肯定会遇到敌人 如果自己被牵连到 没有自保能力的话 恐怕这些年的良好局面 就会被他玩崩了 一听这话 老三悬婴圣者说道 师父 早就劝过你要好好修炼 你当初就是不听 还说真仙待我们几个大罗 脸上有光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别光调侃师父了 师父要修炼 咱们起码得把师父 以前的亏空补权 要不然 想修炼到精仙哪不可能 更别提大罗了 老大书灵圣者说道 想把师父以前的亏空补权 谈何容易啊 光是仙界最顶级的炼丹神师 咱们都找不到啊 老二七宝圣者 有些头疼地说道 第868章 老三悬婴圣者 有些得意地说道 我这些年 一直为师父收集 各种补充亏空的神药 这方面倒是不缺 目前就是差一位炼丹神师 为师父炼制 补充亏空的神丹 一会儿啊 我去周边仙界找找 看看有没有空闲的炼丹神师 老大书灵圣者有些头疼了 每一个炼丹神师 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宗门势力 想请他们帮忙 必须要按规矩来 而此时 徐凡在小院中 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徒孙 拜见师祖 韩非宇恭敬行礼 他听闻师祖出关 便抓紧回来拜访 徐凡笑呵呵地说道 快起来吧 听说你资助了很多师兄弟 不错呀 师兄弟需要帮助 而我又有 怎能忍心不帮 好了 急匆匆赶回来拜见我 是因为有什么事吗 师祖 我发现我身上那间质宝 遇到了瓶颈 需要吸收时间重宝 才能够成长 希望师祖看一看 除了时间重宝 还有什么方式 能让他紧急 韩非宇说着 拿出了碧玉葫芦 徐凡看着这个 应该是玄黄质宝的葫芦 有些发愣 随后一挥手 直接把韩非宇连同葫芦 带到了圆节的某处小世界中 这玩意儿不要乱拿出来 容易引出麻烦的 不好意思 师祖 韩非宇挠了挠头 徐凡则是接过了葫芦 以前倒也无妨 但现在出了点变故 要注意一下 这东西想要进化 除了时间重宝 还有一种方法 便是从那些法宝中 提取宝器 最后也有一个 最自然的方法 那就是等 兴许是千万年 兴许是上亿年 反正只要时间够长 便一定能晋级 徐凡用手指 轻轻点了葫芦一下 毕与葫芦闪光 一篇大道经文 出现在天空中 韩非宇有些好奇 这葫芦跟在他身边 几千年了 他怎么没发现 这篇大道经文呢 而徐凡此时 面色有些古怪 这篇大道经文上说的 是一种新的禁忌方法 什么新的禁忌方法 难不难啊 不算太难 就是很费时间 一道光幕 出现在两人面前 上面罗列了 人族最主要的 108个仙界 徐凡看着好头孙 看到这些仙界了吗 你要去这些地方 采集人族器语 每一个都要待满千年 等到采集满之后 这间质宝 就一定能升级 对了 一旦你开始之后 便不能停止 只要你去了 这108个仙界之外的地方 就会重新开始计算 徐凡心中也是无奈叹息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怪 该跑的路 一点都不会少 韩飞鱼已经安稳地 度过了前半段 后半段 就要靠他自己走了 韩飞鱼的脸上 明显有些为难 师祖 这收集108届 人族器语的事情 我决定等我 金仙之后再去 哼 你想多一份保障是吗 可惜不行啊 如果你在十年之内 不开始收集的话 起码在一年之内 他都不会晋级的 徐凡把碧玉葫芦 还给了韩飞鱼 同时在心中感慨 不愧是以后站在 人族最巅峰的大人物 对自己就是很呐 那篇大道经文 徐凡能看得出来 就是以后的好徒孙 专门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行了 十年时间很短 抓紧准备吧 不到 把这两架金仙傀儡的控制权 交给飞鱼身上的麒麟 遵命主人 又是一道光幕出现 108个人族主导的仙界 被徐凡排了一下顺序 你带着这两架傀儡 也好有个保障 准备去的时候 让你的麒麟和葡萄 同步一下数据 另外再就是去藏经阁 把始祖推演出的 版本最高的五星爵 和配套的剑阵剑道神通 都带一份 这样足够你在未来 十万八千年中修炼了 韩飞宇在旁边听着 眼眶都不禁湿润了 师祖 徒孙舍不得师父师祖 还有那些师兄师弟们 初入修仙界时 他便体会到了残酷 无情 勾心斗角 相互算计 直到在天剑学院中 遇到了师父王向池 之后遇到了师祖 冰封千年的心 终于缓缓打开了 现在 他要为了这么一件玄黄之宝 再次冰封自己 离开温暖的宗门 这样真的值吗 看着韩飞宇不舍的样子 徐凡摆了摆手 行了 咱们引灵门必将万古长存 弟子们也都是这样 才十万八千年 就能获得一件玄黄之宝 太划算了 你就知足吧 抓紧收拾收拾 赶紧离开 展翅翱翔翔翔 把韩飞宇送出远界 徐凡摸着下巴 哎 韩飞宇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刚才他悄悄补了一挂 那挂箱惨的呀 他都看不下去 但是他知道 这是好徒孙自己选的路 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回到洞府之后 韩飞宇被自身欺凌告知 他只有一个月时间会出行做准备了 为什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主人 从天官仙界到赤皇仙界中间需要做仙周 所以 为了确保规定时间内到赤皇仙界 主人还是早早动身为好 韩飞宇的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趁着这段时间抓紧告别吧 临走前 他最后去的地方是万物数钱 韩飞宇足足放了一千块仙京 万物数 我要走了 估计在十一万年之内 咱们见不了面了 这些是我身上所有的仙音 不用你给我凝聚什么 留给你自己慢慢消化吧 省着点用啊 我不在这段时间里 你得到的仙玉 不会像以前那么多的 这时 地下钻出一根根细小的树枝 捆绑住放在地上的仙京 拖入到地下 整棵万物数大放光芒 一根闪烁着采光的七彩如意 漂浮在韩飞宇的面前 这边是 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万物数轻轻摆动了一下 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第869章 韩飞宇接过来看了看 只能凝聚一些不入仙品的灵物了 虽然对我没有什么用 但是留在身边当个纪念也好 万物数 我走了 就在他要离开时 突然他被徐凡叫了回来 徐凡手中多了一个储物袋 在储物袋之上 镶满了零石碎片 储物袋化作一道光印 飞入到韩飞宇的手背中 消失不见了 这是师祖亲自炼制的 遇到意外 只需要亲吻手背 或者拍打手背 这个储物袋就会出来了 师祖 你是不是补算到了什么 韩飞宇突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好了 师祖相信你能度过所有磨难 快出发吧 徐凡说完 消失不见了 韩飞宇虽然心有疑惑 可已经到的时候 他必须离开 唉 十万八千年 受多少罪呀 徐凡这次感慨 王向迟夫妇找了过来 师父 戴尔在针线卡了几万年了 一直在金线门外徘徊 师父能点拨一下吗 开什么玩笑 你媳妇他爹 可是人族顶尖的大罗胜者 不找他你找我干啥 大长老 我爹并不擅长一教授徒弟 而且 我所修一道 跟我爹的雷霆一道无关 徐凡感受了一下 徒习身上所散发的波动 然后用鸿蒙悟道茶 凝聚了一杯和他相适应的大道之茶 把状态提升到最佳 喝下这杯鸿蒙悟道茶 成就成了 不成的话 强行提升到金线的秘法有的是 找一种提升便是了 师父 戴尔的资质难道比我还要差吗 向迟 你好像对金线有什么误解呀 师父 前段时间我已经触摸到了金线境界 所以就感觉晋级道金线很容易 哼 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为师的传道解惑 真线晋级道金线的概率 也就是千万分之一 师父 徒儿焦躁了 黄想迟终于意识到 自己有些飘了 他赶紧对着木戴说道 戴尔 你先回去 我跟师父说几句话 木戴点了点头 和徐凡道别之后 就此离开了 师父 飞宇这次去令108人族 先借采集契元 会不会 如果真的有事 为师就不让他去了 十万八千年 可能会苦一点 但忍一忍就会过去了 好对了 还有你家的另外那个徒弟 徐凡说着 拿出一件空间法宝 丢给了王相吃 找机会 把这玩意儿给他 用不了多久 那臭小子的奇遇也就来了 当初我说了 你收的这两个小家伙 都是身怀大奇遇之人 这些年 也该轮到无极发光了 无极的奇遇也快到了吗 快到了 能通天的那种 这时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主人 您的徒孙见无极 突然申请 要与韩飞宇一同 去其他仙界历练 见无极已经跟着韩飞宇 在去往其他仙界的路上 这臭小子去之前 也没跟我说一声 让他去吧 这要别去前线送死就行了 注意安全 王相吃无数叮嘱的话 最后画成四个字 给韩飞宇发了过去 师父 难道我当真一点奇遇都没有吗 你还需要个屁的机遇啊 躺平不就完了吗 你可能到现在 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有些不明确 为师不怪你 等以后你就知道了 无论是什么奇遇 在你的身份面前 都会显得暗淡无光的 我不能靠我爹吃软饭来给我撑腰 王相吃面色有些纠结 你这个说法倒是有点意思 改天我要和你爹说一说 师父 徒儿嘴华 求您千万不要跟我爹说 口无遮拦 为师就是要质疑质你 徐凡轻轻一挥手 把王相吃送回到了他的洞府中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徐凡就给一系列修炼神通的弟子讲课 这一天 刚讲完李子系列神通 他正想去地下空间看一看 却听到了葡萄的汇报 隐月宗宗主赵菲尔拜访 这赵菲尔就是壮灵的姐姐 迎客殿中 赵菲尔恭敬的行礼 徐凡摆了摆手 起来吧 不用这么客气 这些年 隐月宗发展得不错 尤其是任务 完成得相当不错 徐凡说的任务 不光是明面上的 还有一些隐性的任务 比如隐月宗解决了好多弟子单身的问题 让宗门新生一代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大长老 隐月宗这段时间发展良好 出现了好多品性资质绝佳的弟子 恳请大老让他们进入内门中修行 隐月宗的弟子享受的本来就是内门待遇 所以进不进内门都是一样的 嗯 让我想一想 以后传道解惑时 隐月宗弟子也可以参加 这样就没什么区别了 多谢大长老 这段时间我也不打算招说第五代 为了方便呢 你们就和隐月宗弟子同辈吧 第八百七十章 徐凡挥手取出了一杯大道之茶 这段时间你管理得不错 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把自身行为提升一下 以后更好地管理隐月宗 赵飞儿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去了 而徐凡开始问起详细的情况 主人 隐月宗中 第一大师解消洛凡最为值得关注 他所修行道法 乃是您留在藏经阁中的三百道法 目前已是炼须七大成 肖洛凡 这怎么听着像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啊 进入宗门之前 他哥哥神秘失踪 为了寻找哥哥 他用了哥哥的名字 啊 哥哥失踪 天赋绝佳 名字里还带着一个凡字 莫非是又一个主角 徐凡双眼中出现命运罗盘虚影 透过千山万水 放在了隐月宗 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身上 这少女白皙玉智 天造神秀 清成之貌 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 让徐凡都不禁刮目相看 主人 失踪事件的背后 好像有一丝龙仙公的影子 龙族 哼 往下查 查到具体事例之后 详细地说来 到时候再决定怎么帮她 主人 要不要收肖洛凡为徒 不用了 她未来的路太长太远 让她和宗门羁绊太深 只会阻碍她 我们只需要在背后 默默提供支持就好了 续凡那双眼睛仿佛看穿了未来 在她眼中 这个小姑娘的命运非常的坎坷 前提是 如果没有加入尹岳宗 而现在 这姑娘的命运 已经被改变了 尹岳宗移出洞府中 肖洛凡缓缓睁开眼 仿佛蕴含着璀璨星河的眼睛中 闪过了一抹无奈 她加入到尹岳宗 初次接触修炼功法之后 便知道自己的不凡 宗门中充沛的灵气和上等的功法 让她如鱼得水 仿佛一下就活过来了 一年铸鸡 十年巅峰 要不是有意压制 那时候她已经是金丹镜了 现在 她的绝世天赋和悟性 已经被宗门中人发现 后来又在宗门大笔中 展露头角 成为了大师姐 既然修仙天赋 卓绝于世 那么对于寻找到哥哥 她更加有把握了 获得宗门大笔第一之后 她获得了进入 引灵门藏经阁的机会 在藏经阁中 她问了看守藏经阁的张师兄 一个问题 宗门中 哪部功法最强 张师兄先是掏出了三十枚玉碟 想了想又收回来 拿出了她现在所修炼的这部 叫做三百道法的功法 修炼之初很顺利 可越到后面 就越难了 修炼到现在 她莫名感觉到有一种 以自身资质 竟然修炼不下去的感觉 就在萧洛凡有些惆怅之时 突然收到了宗主赵飞尔的消息 宗门大长老明天开始 为修炼三百道法的弟子 传道解惑 这是内门道场的地址 明日晨识开始讲解 洛凡 你不要错过 萧洛凡的神情中 流露出止不住的笑意 对于这个大长老 宗门中可是一直流传着她的传说 萧洛凡更是把大长老 当成自己毕生的目标 所要追寻的方向 第二天早上 萧洛凡早早坐上了宗门内的传送阵 传送到了引领门内门 虽说这是她第二回来了 可眼前的景象 依旧深深震撼到了她 这时 一艘小型灵舟停在了她的身旁 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隐月宗弟子 萧洛凡 请登上灵舟 随我到主人索要传道解惑的道场 萧洛凡回过神来 有些歉意 不好意思 刚才太入神了 距离主人传道解惑时间还早 想欣赏这山间美景 还是有一点时间的 这时 一道与灵舟擦边而过的顿光 稍微停顿一下 一位四代女弟子 惊讶地看向灵桌上的萧洛凡 宗门中能让葡萄用这种语气说话的 那可不多呀 萧洛凡行礼道 隐月宗 萧洛凡 拜见师姐 不用这么客气 我是四代弟子 萧淑芬 我现在有事 以后再找你玩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萧淑芬化作一道顿光 就这么离开了 主风之上 道场之中 萧洛凡不禁感慨道 这里才是仙人应该待的地方 那你 对仙的定义又是什么 张学灵来到了萧洛凡的身旁 拜见张师兄 与天地不朽 便是为仙 这是我对仙的定义 与天地不朽 恐怕只有大罗圣者可以做到 那师兄对仙的定义又是什么 萧洛凡有些好奇地问 张学灵笑眯眯地回答 行走于过去 现在 未来者 便是为仙 或者说 是最为厉害的仙 行走于 过去 现在 未来 听到这句话 萧洛凡的眼神中 迸发出异样的光彩 而这时 徐凡的声音 从他们背后响起来 别闲聊了 过来听课 徐凡拿出三枚玉蝶 递给了萧洛凡 三百道法 乃是从三千道法中 脱离出来的一部分 不是完全适合于每个弟子 你所修的那个 本来就是简化版 并不适合你 呃 你修了这个版本的吧 后面应该会顺畅一点 萧洛凡有些激动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宗门中最为传奇的大长老 竟然专门为了他 重新推演出了一部 三百道法 这份恩情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还呢 徐凡却不管 正在感动中的萧洛凡 直接为两人讲解 三百道法中的基础 学灵 你所修三百道法 乃是以时间一道为主 五行空间阴阳为辅 洛凡 你所修的呢 是以吞噬大道为主 容万法万物于自身 以吞噬大道 自己衍生出自己的三百道法 你这条修炼之路 并没有前者借鉴 只能你自己走 徐凡卓仲给向洛凡 讲解了一下 怎么用吞噬大道 去推演他所需要的神通 这让张学龄心中 也是多了一抹名物 可是这份名物 让张学龄有些无奈 这哪儿是给修炼 三百道法的弟子传道嘛 这不纯纯给 隐月宗新出炉的 大师姐单独授课嘛 而他张学龄是个啥呀 他只是衬托鲜花的绿叶 他就是个冲树的 好